不要被真突破,假突破的入场方法所困扰,人都是怕担风险的,但有时人都是被逼的,其实投资交易分固定收益者和风险收益者,券商,平台商等就是固定收益者,股票交易者,外汇,黄金,原油,期货等双向投资交易者等都属于风险收益者。 我相信绝大多数靠投资交易来生存的人都是被逼的,当然不排除对投资交易事业非常热爱的,为什么外汇?黄金,原油,期货等双向投资交易中,投资交易者都在反复寻找良好的突破入场位,就是担心经不起价格的波动,被过早止损出场的。 无论真突破,假突破,永远都不要逆视,逆大趋势,逆大方向,即使假突破被套,无非就是多蓄力几次,最终还是要突破。 有了这个交易认知,交易理念,就不用慌,也不用怕,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识别真假突破的。 打比方,大势涨时,小势向上突破,真突破可能行大些,大势跌时,小势向下突破,真突破可能行大些。 即使这样都是大概率猜测而已,不可能真正能识别出真假突破的,交易者不可能识别,那么就找一种不用识别的操作方法来解决。 做长线抄到大底或大顶了,就无所谓真假突破,等大底仓和大顶仓持稳后,有了底气或顶梁柱,趋势延伸后,回调持稳后入场时手术倾斜,挂单突破时手术更倾斜,至少比你的回调入场手术倾,一路加倾仓,一路为长线积累大仓位, 赢取最后的胜利。